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各位亲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好 我是玉如老师 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个 父母很爱问的问题就是 如果想要孩子的成绩好 父母到底应该要做些什么事呢 我觉得成绩恐怕不是 学校考卷上的分数 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而已 事实上成绩是很多因素的总和 所以一个孩子成绩好不好 其实牵涉到至少 我个人觉得吧 至少五个因素 我们很快地讲一下哪五个 第一个是孩子的能力 他是不是有基础的智力呢 说穿了就是你的孩子聪不聪明呢 好 那就恐怕是父母 很难承认的一点 如果你有一天认清楚我孩子的智力水准到哪里 所以他可以从事到什么程度的学习 也许父母可以有一个比较持平的心态 来看孩子的学习 不过学习是需要基础能力的 所以他基础的智力 另外一个是他各科的学习能力 那就学校的课业来说 最重要的两个基础智力 包括数理跟语文的能力 那孩子在数理逻辑跟语文能力如果更好 他在学科 我们所谓academic learning上面其实通常会有更好的表现 那这个东西每个孩子自知高低各有不同 父母要勇敢持平地面对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第一个是能力 那除了能力以外呢 第二个我们叫做动机 除了能不能学以外 还有孩子想不想学 他有没有投入学习的那个热情 兴趣跟持之以恒 这个动机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有时候有些孩子他之所以成绩不好 不是他能力不足 而是因为他根本都不想学习 他根本看不出这个学习对他的意义在哪里 所以动机是第二个层面 那除了能力跟动机以外呢 第三个他有没有学习的特质或特性呢 学习其实是一个很长的历程 尤其是学校刻意的学习 所以一个孩子他是不是 第一个他是不是有挫折容忍力 第二个他是不是有那个持续学习的能力 就是他能够坚持到底 不断不断地反复地学习的能力 面对挫折的能力 还有他是不是面对一个新事物 他有勇于挑战的这个心情 所以孩子本身的个性 相当程度也影响了他学习的成效 这个是比较是personality的部分 第四个就是所谓学习的方法 学习这件事情他不纯粹是只有内容 他还有学习的方法 那在学习的方法呢 还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说 第一个是如果你现在孩子面对的是好几个科目 国语英文数学自然很多科目的学习 其实每一个学科他在学习上是有一些诀窍的 数学科的学习方法跟语文科的学习方法 当然会不同 地理科的学习方法 是不是要更多的visualize 视觉上的图示 历史的学习 是不是需要更多关系上的建构 这些根本学习方法的获得 可以帮助他在面对各科学习内容 是有更好的成效 那这个其实牵涉到非常多的专业的细节 我们恐怕没有报表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这么短的时间内一一陈述 不过我很快讲一下 任何学科的学习 你大概可以把它拆解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叫做概念知识 第二个叫做事实的知识 第三个叫程序的知识 任何学科都是这样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你的孩子 在他目前所学的这么多学科里面 那些比较好的学习比较好的科目 大概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他学习的比较不理想的这些科目 你其实也带着他去检视一下 这个科目的性质 牵涉到多少概念上的知识 也就是说他必须要先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才能学下去的 如果他那个理解没有办法突破 他做更多的背诵跟努力是没有用的 所以这是理解的部分 第二个叫事实性的知识 有很多的学科 他需要大量事实的记忆 他如果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 去做这些基本记忆的功夫的话 他就算懂了 他一样考不出好成绩 所以他必须要有事实知识上面 一定的反复练习跟记忆 第三个部分是程序上的学习 有一些学科是需要操作的 所以你其实可以带着他做很简单的分辨 在我这个学得不好的科目里面 我是哪一个部分做得比较不足够 我可以针对我欠缺的部分去做处理 好 那其实各科学习有非常多的细节 如果有机会再跟父母分享 每一个科目都有一些学习的诀窍 然后当你更能够掌握学习诀窍的时候 你其实可以更有效率地抓出自己 需要补强的点去做调整 这样子学习的效果其实就会更好 但是如果你抓不出这个点 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却得不到足以相对应的成效 这个学习的策略的部分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好 伴随着学习策略的另外一个部分 叫做后摄认知的策略 也就是说当孩子在小的时候 他开始在学的时候 他可能不是那么能够意识到 我学习的内容以外还有方法 这个内容跟方法如何combine起来 合并起来成为我学习的成效 但是随着他学习的经验越来越多 父母可以陪伴孩子去看 所谓的后摄认知 也就是帮助孩子用一个 另外一个眼光跟角度来看 在我目前所有学习的科目里面 孩子自己知不知道 他哪一些学得好 哪一些学得不好 学得不好的部分是 哪一些不好 还是整科都不好 任何的科目都是可以被拆解成 不同的part 不同层次的知识 很多心理学在研究优秀学生 跟一般的平庸学生 最大的差异就在于 对于自己学习状况的掌握 这个东西叫做后摄认知 所以父母如果你知识水准 一定的水准之上 我想在提升孩子学习成效 这件事情上 你可以在各科的学习策略 还有后摄认知策略上 多给孩子一些帮助 所以这个是方法的部分 第五个部分是 孩子的基本身体照顾的部分 一个孩子如果 睡眠不足 营养不良 运动不够 他很可能就专注力不佳 他很可能就没有办法 好好地学习 这个是基本的照顾层面 所以我们很快再回一次 一个孩子成绩不好 好不好 不是他考卷上的 三十分五十分而已 它代表着很多因素的 综合呈现 包括孩子的能力 孩子的动机 孩子的个性 孩子学习的方法的掌握 还有孩子基本上身体的照顾 所以当有人问我说 玉如老师 我很羡慕你的孩子成绩那么好 那你是怎么帮助的 我要说的是 每一个人的孩子状况都不一样 还有你能够提供的协助也不同 或许你可以试着 从这五个角度去看看 在我孩子这整个 整全的生活照顾里面 是不是有哪一个部分 我做得比较不足 比如说我的孩子 长期的睡眠不足 那你要让他睡饱 如果他没有睡饱 他没有办法专心 其他学习都不用讲了 他是不是在吃足够的 营养的食物 然后他有没有足够的运动 这是非常基本的生活照顾 这叫基本盘 基本盘顾到了之后 你接下来可以帮助他 去做策略的部分的检视 他是不是熟知各科要怎么学习 还有他是不是都慢慢地 对自己的学习有所察觉 如果这个东西出来了之后 我们才再往上推 去看看他那些需要补强的科目 他需要补的部分是什么 是要把概念搞懂呢 还是要多做一些 事实的这个练习跟记忆 还是要做一些操作的练习 然后当一个孩子 在他的学科中 可以感受到自己的 能够掌握 感受到自己的进步的时候 他的动机比较容易出来 所以等于是我们 一层一层地往回推 孩子的动机 除了那个很初始的 有没有兴趣 老师上课有没有很有趣以外 真正能够帮助孩子 持之以恒学习的 是学习本身带来的内在愁伤 所以当他投入学习 发现他在学习中 他能够掌握 能够获得成功经验的时候 孩子的动机才会被增强 所以这个是动机的部分 那最后才回推到能力的部分 能力可不可以改善 可以 但是如果这个牵涉到 一些基础的智力的时候 父母有时候 你可能就要真的想一下 我的孩子的资质 真的是跟我给他的期望 是相对称的吗 如果是 非常好 如果不是 请你调整你的期望 我想神赐给我们这个孩子 不是只是让我们当父母 让他成绩好如此而已 我们是要培养一个 身心灵健全的孩子 所以 父母要做的功课 也许更根本的是 透过祷告 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 然后照神给我们的指导 照着神的心理 好好养育这个孩子 不管他在学业成绩上 是多好或是做不好 至少我们用心尽力地 陪伴他成长 那我想当有一天 对神交账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 可以过得去的父母 好 所以 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 尊重你孩子的资质 尽你的努力去陪伴他 好 那希望这一集 对大家有帮助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